本港全年盛事之一 第33屆香港書展在7月19日開幕 香港今年與內地及海外復償通關以及接軌後 經濟逐步復甦 政府已預料下半年經濟增長動力主要來自消費和旅遊 而各類大型活動將會是龐大商機 既能夠帶動社會氣氛 更重要的是可以推動本港經濟 讓市況更暢旺 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書展交流酒會致遲時提到 明年起將會每年的4月23日定為香港全民閱讀日 屆時會推出大型閱讀活動 中宣部副部長張建春也指出 將支持香港出版業長遠發展 推動內地與香港出版業優勢互補、互利共贏 向世界展示立體全面的中國 要讓全民閱讀日做得更加長遠 第一步是政府主導 開拓市民更多閱讀途徑 政府可以訪效深圳24小時書巴 同時可以在全民閱讀日期間發布香港年度閱讀報告 推薦書單等等 下一步更為重要的是社會支持 讓閱讀真正走入社區 政府可以舉辦更多寫作活動以及設立出版基金 亦可以透過不同活動定期向市民發放書券 而業界共建同樣重要 出版商與學界協助提升閱讀氛圍 邀請不同作家道校進行分享 甚至與學校有定期活動教授寫作 有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 亦有人說香港書展和年宵市場同樣只是一時熱鬧 要讓閱讀全民共享走得更遠更貼地 而非如過眼雲淹一時之事 相信能夠走入社區的全民閱讀日 必定能夠讓各階層重新感受閱讀樂趣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 再見